RT全幕报新奇枯限早知道哦 不久前三星发布了一款新机M30X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搭载了6000mAh的超大电池 亮屏10小时那是轻轻松松啦 如果当做备用机用一周都不用充一次电 实际上个人也是比较推荐买来当备用机用的 不过配的是15瓦快充充电时间比较长 M30X拥有探索黑默幻蓝和青色白三种颜色 默幻蓝比较出彩 很像煎变还是蛮少见的 支持背向指纹识别 感应区域比较长 左双角圆角矩形的相机模组 应该大家都有见过了 4000800万主摄加800万超广 加500万的景深三摄 M30S搭载ASMOS只有611平台 UFS2.1闪存 内存组合为6加128GB 最高支持512GB的储存扩展 M30S的性能非常终端 没法和其间机型比 不过现在省电进一步强化了续航的优势 整体来说 M30S非常适合买来当备用机 支持杜比全景深的它 用来看视频有点爽 买来送给父母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1699元买大电池和相机可还行